我们做保镖的 有三大基本原则 无条件保护固主的安全 无条件听从固主命运 我们拍的是恋宗 不是动作片 卡 西西啊 你要你的保镖 不要这么精业 行吗 与其不能与固主产生私人情感 今天拍摄辛苦大家了 一 二 三 陆静言 我好想喜欢上你了 陆静言 你终于来了 我想弄清楚我到底是谁 你终于是徐希西 我们今晚不要回家了好不好 玩够了 徐小姐 从你出现在后备箱 我就一眼看出你不是他 陆静言你搞清楚 他只是我的替代品 这一切都是我施舍给他的 那大小姐现在又是在做什么 你不就是在努力成为安月的替代品吗 如果我们两个刻意伪装 你会不会也这样 不会 我将无条件保护品忠诚与安月 这一条 有限于其他所有原则 我打探到了一支关于陆静言的消息 早在一年前 他也不是王妙的时候 就在跟过徐希西 你为什么进入徐希西 你为什么进入徐希西 我现在在做的事 就像在黑夜中前行 而你就像照亮我的这束光 他不是的 只会晕成为会智得 你为什么进入徐希西 进入徐希西 他不能化